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周来说整体的天气形态 当然受到寒流的影响会越来越冷 我们从一周的温度曲线图来看 从周六到周日清晨 封面就会通过由南到北有降雨的机会 而下周一到下周二的时候呢 云雨区要东移 所以各地呢就会呈现这个湿冷状态 会越来越明显 不过到了下周二晚间到下周三清晨 这段时间就是这波寒流最冷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整个曲线图呢 是不断的往下降 最低温不排除来到只有5度左右的低温 不过呢我们从这个高空的 零度线范围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如果从1000公尺高的范围来看 大概是22号晚间到24号清晨 在北部呢甚至这个零度线的范围 会来到北部沿海地区 可以说是这个零度线有往下移的情况 另外呢在1500公尺以上的距离的话呢 大概是到这个北部 东北部左右的地方 22号晚间到24号白天都是这个持续的时间 再来到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呢 持续时间更长 一直到24号的下午都可能维持 大概3000公尺以上的话 甚至可以看到更明显 整个南部地区呢都是一直维持到26号清晨 都是保持这个有零高空零度线的范围 不过我们来整理一下 下周一下周二 市区呢最低温可能摊到10度以下 尤其在台北地区的低温持续时间更长 可能来到36小时左右 另外呢在周三的时候 到时候呢中南部的地方 云层会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呢可能出现辐射冷却状况 另外来到看到这个零度线处级的南部范围 在北部东北部的话 还是以2000到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可能有降雪机会 好在台湾寒流即将来袭 不过我们看到在另一头的乌尔战场 现在是烽火连天 俄罗斯的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传出遭到乌克兰斩首 而且北约呢也宣布将展开冷战后 最大的军演 我们先来看是俄罗斯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上一次他公开露面呢 已经是去年的12月29号 替在马林卡战役当中表现出色的 俄军授勋 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现身 那么公职的是中国军事专栏的最新报道 今年1月初 其实就曾经传出 格拉西莫夫在乌克兰 对克里米亚的大规模空袭当中丧生 但这消息并未获得证实 只是他已经20天上位露面 是相当不寻常的 连乌军的情报总长都表示 没有相关的迹象 那同一时间也传出可能是酗酒的问题 导致健康出状况 或是去年的利曼战役失利 直接被消失 当然目前是不得而知 那么另一方面 乌克兰现在也祭出了以俄制俄 他们招揽因为反对普京 选择加入乌克兰的俄级志愿部队 筹组西伯利亚也应要上前线 对抗俄军 火车乘客被远处像黑龙一样 延伸到天边的浓烟新颖 纷纷下车查看发生什么事 浓烟源头原来是一座油库 正陷入熊熊大火中 这起意外发生在俄罗斯 布良斯克地区 俄国官员指控 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 无人机是否击中目标 还是众说纷纭 但这已经显示 乌克兰打击能力 能越过好几百公里 足以对俄罗斯境内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 在乌克兰境内 一支反抗俄罗斯总统普清的义勇军 准备出动 这些士兵还都是来自俄罗斯 这支被称为西伯利亚营的部队 2023年夏天才刚成立 60位成员都是先从俄罗斯逃到第三国 再到乌克兰接受严格审查后 正式成为乌军一份子 一部分人甚至已经在阿福底夫卡利宫 但自己的国家 还是要靠自己救 越多乌克兰平民 也自愿参加地方自卫队的防御训练 五天免费军事课程 教导民众如何自保 操控无人机 以及战场急救等专业知识 增加越多人活着的机会 才能努力撑到和平到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智库也公布了最新的评估 专家认为普新的野心 不只是病吞乌克兰 接下来还可能剑指的是波罗的海三国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是当场宣布 要在加码援助乌克兰40枚的 暴风影长城巡异飞弹 发现俄军BMP坦克试图闯入阵地 乌军马上开着美智的M2 布雷德利战车狂轰 把俄军坦克打得一路退 连战车都解体了 寒冬陷入苦战 乌军死守岗位 士气虽然高昂 但是冰赛厉害 没有武器弹药 这仗要怎么打下去 大雪中乌军继续用美智的M109 自走炮车射击 看似有火力 但实际上是 重型自走炮 朝陷阱施滑雪地里 一天能发射的炮弹 还是限量的 我们需要炸弹 我们需要炸弹 我们需要装弹 我们需要技术 我们需要技术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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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记者到马林卡外围 直击乌军作战 这才发现乌军打得绑手绑脚 每天能用的炮弹量是之前的一半 乌克兰苦等美国军援没下文 和俄罗斯从北韩获得百万枚炮弹相比 实在打的结局 在阿夫底夫卡的外围 另一支名为Omega的乌军特种部队 还因为缺乏西方弹药 得搬出三四十年前苏联时期的老掉牙武器 结果在零下二十二度的严寒天气里 卡弹了 该打的没能打成 赶快拆卸火炮换位置 就怕被俄军发现 折腾好几个小时 终于成功发射三枚炮弹 作战效率一落千丈 那么美国614亿美元的原污预算放不放行 拜登最新和朝野两党 以及国会领袖开会 结果还是各执一词 倒是欧盟在打包票 原污不会跳票 欧盟承诺到2027年前 会提供乌克兰500亿欧元资金 亲厄的匈牙利去年12月份否决提议 引发议员痛批 绝不能让普京傀儡得逞 同时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积极论坛 乌俄也是全场焦点 马克宏除了口头力挺 还宣布2月份会出访乌克兰 并且加码援助40枚的暴风影 长城巡逸飞弹 而同样也亲自出席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虽然当面感谢西方支持 却也有很多埋怨 泽伦斯基批评西方不敢和普京正面对决 害得他们措施良机 另外在俄罗斯境内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 有一名环保人士 疑似是因为发表对乌克兰的反战言论被判刑 引来近万人抗议 但这似乎不会影响到普京的选情 因为他还很高调的视察竞选总部 感谢年轻人支持 对于这次的大选是信心满满 TVBS新闻综合播到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在偷偷盘算什么呢 根据德国媒体揭露的机密情资 传出普京将在今年的春季夏季 跟年底分阶段的进行布局 明年5月会跟北约爆发直接冲突 恐怕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更多分析交易组合 好来看到吴振珍 现在说是有一份机密的文件 传出说普京有可能要发动 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了吗 好我们看到这是根据德国话报 他说这份机密文件叫做联盟防御2025 就是说普京将在18个月内 将入侵乌克兰 把它升级为对北约的全面战争 而且还有时间点 说2月的时候 俄军会动员20万的大军 对乌克兰发动攻势 到了6月份的时候 西风对乌克兰的军援开始撑不住了 随后普京要乘胜追击 7月份会煽动波罗的海三小国 称俄罗斯的少数民族遭到攻击 到了9月份的时候 会在白俄和俄罗斯西部 来部署俄军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至于到了10月份 就开始要调动军队和中程飞弹 目标就是说 北约正在准备攻击俄罗斯 到了2025年的5月份 将爆发世界大战 而北约东印他们会部署30万的军队 而至于红海冲突 我们看过去一个星期 美国已经对夜门叛军 胡赛组织发动了六波的空袭 引爆夜门民众痛批 美国亲门踏户 虽然白宫评估 美国目前只摧毁了 胡赛大约三分之一的武装力量 但胡赛发表声明 会持续袭击航金红海的各国商船 夜门的胡赛叛军控制的 法定首都沙纳爆发 大规模反美挺拔示威 他们高举巨幅的夜门国旗 跟巴勒斯坦旗帜 愤怒指责美国空袭胡赛 就是清门踏户的行为 只是美军在周五又发动 进来第六波空袭 问题是胡赛根本就打不怕 扬言不会停止攻击红海的商船 美国总统拜登只好下令 继续发动反制 眼看红海航运危机可能延烧好几个月 现在就连欧盟也要派军舰护航 商船 但是不会参与美方的打击 只是有一艘商船还在胡赛的手上 去年底被叛军挟持回 叶门的银河领袖号货柜船 已经成为了爱国观光景点 一位叶门青少年就跑上商船 拉国旗自称海盗王 还拍影片po上社群媒体X 换来超过2600万次的点阅 但是网友关心的其实是他的长相 爆红男子说他要呼吁大家同情巴勒斯坦人 别因为他的长相而歪楼 提供权造不到 红海航运危机持续升高 会不会掀起另一场的中东战争呢 国际航运监测组织证实 一艘有美国运营的散装货轮 在夜门海日被飞弹击中 虽然没有造成实质伤亡 但是这已经是美英联合打击胡赛武装以来 胡赛组织首度成功执行的报复行动 即便遭到美英两国的军事打击 胡赛武装依旧在控制区北部 靠近沙利阿拉伯边境的萨达省 举行大规模演习 胡赛武装高层表示 美英的行动解开了夜门百姓 心中长期以来的疑惑 充分证明这两个国家 就是最大的恶魔和敌人 胡赛武装不但要对美英 发出最严厉的谴责 还要让他们为这次侵略行动 付出沉重代价 就在胡赛武装发表 这项立场强硬的声明之后 这些消息是 国际航运监测组织表示 一艘有美国营运 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散装货轮 就在临近夜门的海域被飞弹击中 中东问题专家表示 这应该是胡赛武装 遭到美英多国联军轰炸后 第一次成功的报复行动 纽约时报报导 一位不愿居民的五角大厦官员表示 在美英联手发动打击行动后 美军曾经详细评估 胡赛武装的受损情况 成功摧毁这个组织 90%的军事设施 如果按照常理推断 胡赛武装应该没有 还手的能力才对 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主要的原因在于胡赛武装 把大部分飞弹和无人机 都安置在机动平台上 即便美英的打击任务 选择在夜间执行 然而当胡赛武装 发现据点遭到攻击后 随即下令移动 没被摧毁的装备 转换下来 胡赛武装的军事损失 约占全数的20%到30%左右 虽然不算轻微 但是没有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让这支武装团体 依旧保有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 五角大厦官员分析 胡赛武装经过近9年的 夜门内战洗礼 整体实力已经从最初的地方武装 逐渐蜕变成不容忽视的 准军事团体 加上近几年来 美国及西方阵营 降低对中东地区 及阿拉伯世界的关注程度 也没有持续搜集或更新 关于胡赛武装的防空资讯 指挥中心 弹药储存和生产设施等重要情报 使得胡赛武装有机会 在西方清国的灰色地带中继续壮大 在西方清国的灰色地带中 原名为苏伊士拉战号的圣尼克拉斯邮轮 去年因为运载超过98万桶伊朗原油 而被美国司法部判定违反禁令 强制卸载油料 伊朗对于这样的做法大表不满 痛批美国根本就是强盗 更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裂痕 这次伊朗以空降方式扣押圣尼克拉斯号 不但公开承认就是一次复仇 挑衅美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由于伊朗一向被视为是 胡赛武装最坚定的支持者 所以美英联手打击胡赛武装 伊朗必然不会坐视不管 万一红海危机延烧到波斯湾 那么这两条加起来 占全球石油海运量近四成的国际航线 以及占全球约12%贸易线 将笼罩在战火一处急发的高空线中 到时候势必会引发国际航运业 及保险业的恐慌 也会影响全球能源供应 和价格波动 俄罗斯汇集团 俄罗斯汇集团 是指定的航空 尤其是尊重的航空 是尊重的航空 所以那是真的 尊重的航空 所以美国说他们在发生 现在在向前面 有恐怕这会发生 一个座场 和美国会发生 美国会发生 另一回合选择 这会引起来 像是 利益的 根布瑞尔进一步分析 胡塞武装的诉求 看似简单粗暴 就是反对以色列在加萨地区 对巴勒斯坦百姓展开的 无差别攻击 这样的立场 受到许多阿拉伯人的支持 因为在以哈冲突前期 胡塞武装曾经在第一时间 表态力挺哈马斯 但是随着冲突不断变化 胡塞武装也慢慢淡化 支持哈马斯的色彩 反而以声援 巴勒斯坦民众为主轴 顺便合理化 他们在红海水域 攻击以色列籍的船舰 或是向以色列运送物资的 外籍商船 这样的理由也足以说服 同属于阿拉伯世界的兄弟 属族们 尽管哈马斯组织滥杀 以色列无辜民众 确实天理难容 但是以色列毫不手软的 报复手段 同样让饱受不公平 待遇的巴勒斯坦人 面临到族群存亡的空前危机 英国广播公司BBC分析指出 虽然包括欧美亚洲 及纽澳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 强烈要求胡塞武装 遵守安理会的呼吁 停止在红海袭击 国际船只的决议 可是胡塞武装却坚持 以色列必须停战 否则免谈 只不过这项条件交换 却让美国的立场变得非常尴尬 一来拜登政府已经表明支持 以色列肃清哈马斯组织 但对巴勒斯坦人的处境 却始终没有一套 有效的解决方案 而在红海航运危机上 虽然联合了盟邦 对胡塞武装 采取了重点打击策略 但又不能下手太重 以免引起阿拉伯世界 认为美国是帮以色列 攻打阿拉伯国家的误会 毕竟多数阿拉伯成员 虽然未必认同胡塞武装 及其支持者伊朗 但是整个中东地区 却对胡塞武装 愿意挺身而出 为巴勒斯坦人发声的行动 给予正面的评价 不过以哈冲突 是否还有更多外界 不得而知的内幕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 波瑞尔哈公开指控 说以色列为了阻止 巴勒斯坦建国 曾经资助哈马斯 协助哈马斯茁壮 以获取当中的最大利益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组合 好 现在以哈的冲突 就传出说 以色列 金元 哈马斯 这是在大碗两面手法吗 而这么说的人 其实还是欧盟的外交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波瑞尔 所以并不是道听途说的吗 我们看到以色列 其实遭遇袭击之后 开始对哈马斯来开战 导致说在加萨走廊上 有上万的平民 有惨重的伤亡 而为什么波瑞尔现在这样爆料 他就说以色列政府 曾经资助哈马斯 用来削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造成在巴勒斯坦有两股势力的对立 对他们来讲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不过以色列总理纳潭雅胡 当然是否认这样的说法 而他在之前也否定说 巴勒斯坦建国来换取和平 这样子的建议 所以这形同也是让美国和欧盟 这样的提议遭到打脸 只是说现在看起来 国际似乎整个风向也开始改变 会不会援助以色列相关的做法 会有所变动 好 新的一年 国际依旧相当动荡 在中印边界争端也不断 双方进行了多次的军事外交磋商 但是都未果 印度工业部长透露 如果中印边界稳定和平的话 可以考虑放宽 对中国大陆投资的严厉制裁 否则印度不可能给大陆投资 铺红地毯 这是2020年 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 爆发死亡肉搏战 现在印度媒体报导 从印军授讯仪式的讯息中发现 两军边境冲突 不止2020年这一次 印军拿棍棒围攻解放军 印媒指出 2021年9月到2022年11月间 在喜马拉雅边境至少两次冲突 共军试图进入印度领土 但遭到挫败 现在印度的工业部长辛赫表示 如果中国与印度边界保持和平 那么印度有可能放宽 对中方企业投资印度 采取的严厉审查与限制 这是印度高级官员首次暗示 历时四年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有可能被解除 中印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 应当放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上 妥善加以处理 中印边境局势总体保持稳定 边境事态的解决进程 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除了印度北京也试图稳定美中关系 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19日在北京会见美中金融工作组 美方代表团并举行第三次会议 就金融稳定跨境支付 数据反省钱反恐融资等问题进行磋商 美国财政部发声明指 美方在会上有向中方提出 就一些领域上彼此的分歧 双方又同意继续定期会面 还有跟菲律宾的南海冲突 北京当局都说寻求更好的沟通 正试图稳定多个外交战场 TVBS上张家宝陈玉文综合报导 好 我们来看共军现在持续发展 军武建造 包括中共海军首艘次世代的 054B型的飞弹护卫舰 近期外星曝光了 被拍到在黄浦江上面航行 照片当中一体化的桅杆 继承了055万吨的驱逐舰设计理念 不过由于全舰的外型风格 很酷似欧系军舰 所以也格外的引发关注 那根据新闻网站的报道 武装方面我们来看到有哪些 像是具有一座100公里快炮 还有禁迫防御快炮系统 跟轻型鱼雷发射管 以及所谓的反舰飞弹发射箱 还有总共32座的垂直发射系统 而设计方面虽然表明说会采用的是 全电力的推进系统 但是以照片来看 其采用的依旧是柴油的动力推进 这似乎凸显了在发展上面遭遇困难 因此也可能预告 即便在服役之后 还是有可能会回场进行 大动作的一个改造 那么进步来聚焦台海局势 最近应对了军型变化 所以您应该很熟悉 这国防部每日一报的周遭空域动态 也做出了重大改变 开始会标示空飘气球的路径 我们来看看属于两岸的气球大战 造型像小型飞船 升空之后启动感知系统 由上而下坚针来犯的目标 这是美国陆军现有的 溪流式气球系统 也是对台军援清单选项之一 美军也是因为以色列 这个溪流型的气球成功部署 所以美军也重新思考 这些低成本的运作方法 可能有低空目标来袭的时候 这个就是在23分钟发展的 防空用溪流地气球 就可以作为阻挡 尽管预算还没到位 消息指出 由海军海洋监侦指挥部规划结桩 显然是用于台湾周遭海域 和低空监控 两种型号最高的操作高度 分别是1500公尺和4600公尺 如果不属于东北角一带 和花兜甚至东沙岛 理想状况下 气球上的各项仇载 将能长时间全天后 替国军掌控海浆 风垂草动 前提是 相关的系统跟配备 也全数到位 他或许在针尖上面 可以去弥补一些私教 但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就是 他依然还是需要 透过这个数据链 或者是数据的传递 才能把这珍藏的资料 给送回来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 在原本的C4ISR上面 没有办法去一个 有效的加密或者是保固 或者是做到跳评 或者是保证传输的安全的话 那也有可能这一个气球的 发挥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在警政上面的话 是有可能会去做 比如说长时间的来进行 岸边的一个气毒 或者是防止人口贩运走私 最初的确是海巡署 有意先行采用 直到近年台海周边 共建动作频频 计划跟着调整 而十一世界的现在 气球被更广泛的用于 视野延伸 那中国大陆到底想看到什么 是2022年2月出现在美国这种 越洋的长城的气球 它可以搭载的感测器就比较多 就包括部分的电池侦测设备 或者是影像设备 利用在地国的无线网路 或者是说卫星链路 把资讯传回去 就是每年中共大概 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11月到来年的3月 因为风向的发行最虚风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气球 不会往我们这个风向飘 它会飘到新太平洋 那它放的也有军方的单位 也有形象单位 各有各的科学研究 台湾周边空域 或者是西太平洋的 就是相关的气候参数 那基本上它等于是在建立一个模式 这个叫什么 数字探空仪 驻防外岛的国军部队 去年也曾在营区 拾获类似的气球产体 时间就在间谍气球 引爆中美信任危机后 其实要谈高空气球的运用 台湾比对岸更早起步 就是说早期 我们都会做西站的空飘气球 就是说我们会在金门 其他外岛的地方 我们会去做相关的空间 但这中间很包含一些文鲜品 当然有包含一些慰问品 随着情势变化和科技演进 类似的小动作改由五人机取代 不过从去年12月8号开始 国防部一日一报周遭空域动态 更不时揭露中共空飘气球的动向 做法变革引发讨论 特别是其中几枚 在大选期间不知不觉飘过台湾上空 当各界直觉连结的灰色地带冲突 学者分析每一笔数据收集都有其用意义 天上飘来的大多不是礼物 当气球大战隐约在两岸飘起 民众还不用过分担忧 有关单位却不能跟着视若无睹 TVB的新闻徐坤山业府拍不到 好 为了增加国防自卫能力 一年义务役今年起恢复实施 国防部公开完整训练内容 希望达成游民转兵 时间在交易作痕 好 我们来看到 现在一年的义务役将要来上线了 所以首提的新制 一年期义务役在25号的时候 就要入伍了 总共会安排8周的 入伍训练之后再让他们下部队 而现在会由206旅302旅203旅的步兵 来进行接训 而接训的干部当然也会进行 手榴弹的投职训练 主要除了会严格要求之外 说是包含姿势 动作 这些都会来加强训练 那么希望未来他们可以转化所学 也来传授经验 而国防部的目标就是游民转军 第一阶段是军员的核心价值训练 第二阶段基础训练 到了第三阶段则是会有 比较进阶的组合训练 而最后还会有期末检测 那包含的项目像是步枪射击 机枪机械以及战动教练 夜间射击体能战技 甚至也会来模拟战场 那么中国大陆频繁发射火箭 也成为部分旅游卖点 但有业者声称花1万2 可以到内场看升空 结果却被带到了明宅物顶 中国大陆长征运载火箭升空 这次发射天舟7号货运太空船 载送包含苹果等5.6吨的物资 上太空站 是太空人的春节大礼包 另一个角度看 火箭发射的瞬间就像颗小太阳 几公里外的池塘都被照亮 请大批民众围观 也成为另一种旅游噱头 受靠游客投诉 他们在网络上向旅行社购买 观看海南文昌火箭发射的内场套票 一张要价2888人民币 将近1万2台币 但是到了现场就被领队告知 因为特殊原因无法进入 被带到了民宅小屋顶 大约100多人受害 领队还很呛 双方僵持不下后 工作人员重新安排 将旅行团带到聚集上万人的沙滩 看天舟7号发射 花了大把钞票 以为能近距离看火箭那场 却是骗局一场 现在当地官方介入立案调查中 TVBS和张家宝陈入文综合报道 好 日本的月球狙击手无人探测器 顺利登陆了月球南极表面 成为了全球第五个登月成功的国家 还写下了人类精准降落的记录 这款小型的无人探测器Sling 探测器只比网球稍微大一些些 还能改变形状以遍云移动 而且开发过程当中 还携手了玩具厂来合作 这一次成功登陆 也让日本成为了 继美国 前苏联 中国大陆跟印度之后 第五个登月成功的国家 不过现在问题来了 虽然登陆成功 但是探测器所搭载的太阳能电石 没有办法运作 因此目前将先行研究月球表面数据 而未来更希望的是 透过数据揭开月球的水资源之谜 日本月球探测器在台湾时间 19号晚间11点20分 成功降落在月球表面 成为全球第五个成功登陆月球的国家 熬夜紧盯直播 日本太空迷开心庆祝这一刻 美国太空总署NASA署长 也随即推文祝贺 但日本的登月计划 似乎美中不足 探测器上的太阳能电池无法顺利发电 不排除与降落时的角度有关 目前只能靠探测器本身电力与地球连接 但能撑多久日本也不清楚 尽管如此 这次登月还是创下不少新进路 包括成功在距离预定地点100公尺内精准着陆 有助未来月球探勘 日本登月计划从2017年开始 历经多次失败 去年4月发射白鹿号登月舱 却在降落月球前与地面失联 如今日本终于踏上月球表面 但如果探测器无法确实充电 日本的探月计划恐怕又得重头来过 TVVN新闻总和报导 好 也来看铁饭碗不铁了吗 台湾公务员离职率增加 尤其土木建筑专业更是明显 新北市新工处近三年的平均离职人数高达19位 全身贯注看着公文开始一整天忙碌工作 他是新北市新工处主任秘书 资深的公务员 谈到近几年人事动态 主密很有感 因为我们科技业的回流 加上这个厂房的需求增加 政府又在积极推动的一个扩大前章基础建设 造成这个土木建筑的人才的需求激增 因为业界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已经大量提升他们的薪资 这大量吸引了我们很多人才 玩业界的发展 公务员光环逐渐退却 以新北市新工处为例 2017到2019年三年 每年都还可以有20人左右报到 但从2020年开始 每年需求23人 连续三年报到数却只有3人 但这三年的平均离职人数 却高达19人 人事流动出现微妙变化 大概平均是19人 所以我们确实新工新北市新工处 在这个人才外流非常严重 加上说我们这几年 这近三年来说 我们其实我们总额的工程预算 是215亿 在人少 工程多 然后又政策急迫推动的状况下 这个工程 我们土木工程又兼具了安全 甚至常态性的一个夜间事工 其实非常辛劳 不只是新北台北市公务员也拉起人事警报 以2023年为例 台北市土木建管类科分发 申请204人 却只来了70人报到 缺额高达三分之二 双北地区公务员都缺人 瞩密分析原因 在于疫情期间 民间企业人才需求增加 开出高额薪水 和目前公务员薪水有明显落差 薪资结构成为重要关键 建议中央跟人事总处 要严拟公务员土木建筑相关薪资 跟市场接轨 才能流入人才 政院级人事总处这边 我们是建议说 希望针对公务人员 土木建筑职系这个人员的薪资 要去相当于现代市场行情 这样才能让国家政府留下人才 薪资水平是 远输于在民间企业工作的人 我随随并没有可能跳出去 我考上了一个高考 我有等同于祭司资格 那我出去外面职业 或者是说我去 一般私人系业里面当工程师 这年薪都会比 比现在公务体系来说来得高很多 在云林县府工作多年 林小姐处理过不少事务 本来有机会报考公务员 但每天看着辛苦的公务员生活 心里非常有感 全台湾的公务员 近几年都出现报道率低 离职率高的情况 包含中南部地区 从公务员报考率来看 也有显著下滑 2016年到2020年 报考人数维持40多万人 但2021年只剩下38万 2022年再降到34.8万人 其中高普考还有升等考试 从2012年的23.3万人 减到2022年的9.9万人 减幅相当明显 最主要也是因为拥有 这个土木技师相关的 专业证照的人 他们可以考虑到 去民间做任职 像我们调查到 在民间做任职的话 平均的薪资 可以拿到9万4的月薪 不过在政府方面的 公职平均的薪资 大约落在6万8 再加上民间 还会有一些相关的奖金或配股 除此分析公务员缺乏原因 依次薪资结构 近年缺工多 民间企业开出高薪 土木建筑单位 有专业证照人才 跳槽几率大增 再来是公务员 有时候得第一线承担名义 加上部门长官的带领风格 都是影响公务人员 去留关键 退休制度跟现在的劳工 是一模一样的 那以往公教人员的退休 事实上是有诱因的 那这个诱因没有了 所以相对的报考 这个公务员跟教师人数 也骤降 球团公务员出现人力荒 人才流失 拉起警报 薪资结构失去优势 铁弹碗 房屋租金也持续攀升 不少年轻人的薪水 都被房租吃掉 美国最新研究指出 房租杯的越重 早死的几率会越高 这边就是我现在住的房子 它大概就是七坪左右 然后它有垃圾袋 我觉得还不错 还可以养猫 看 它还有这个耶 红衣机 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七坪大的小套房 空间不大 但机能俱全 这是上班族KIMI 刚落脚的租处 她说在外租屋越来越贵 涨幅实在惊人 真的也是越来越贵 我以前七千块 还可以住新一区的 一个小套房 现在是没办法 现在都要一万二以上 等于说 好 你薪水没有涨 那你要去多花下半时间 再去打一份工 才可以支付你的 所有生活开销 KIMI担任社区秘书 月薪仅三万五 但月租金就要逼近1.5万 等于每月有将近一半的薪水 在养房东 是养房东 没错 对 我觉得很多现在年轻人 应该都是这样 你的薪水不会涨太多 但是房租一直在涨 你只要一退租 房东清完整理干净 这间房间 它可能一定会再涨 一两千 一两千 这样子涨 薪水都花在租金上 若再扣掉水电和生活费 所剩无几 根据主计总出统计 去年11月房租指数 已经达到了104.7 再度写下历史新高 年增率更连四个月超过2% 进一步观察各区房租上涨情况 中部和东部涨幅双双突破 3%最为明显 因为中南部跟东部过去的 这个租金的基期也比较低 那随着这一波的房价的上涨 以及央行的升行 那房东纷纷把成本转嫁到租金上 所以中南部跟东部的租金涨幅 就比较显著一点 全台房租不断上涨 租足的负担越来越重 庞大的经济压力 恐怕也会影响到身心健康 美国邮相最新的研究指出 房租背得越重未来早死的几率越高 将房租占收入50%的人 跟房租占收入30%的人相比 未来20年内 死亡的几率可能会提高9%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与人口普查局经济研究中心合作 做了一份调查 就发现房租上涨的速度 若远超过薪资增加的幅度 租足可能面临更高的早死风险 主意是这群人 长期忍受高额的租金压力 对健康和生活品质产生不利影响 进而减短寿命 因为你可能收入本来就低 所以你的房租占比就高 那你的收入低 换句话说你可能买的保险就少 再来你的社会阶层可能就底层 然后你相对的生活环境 居住的品质 饮食的东西就差 再来房租占你比例很高 相对于就很大的压力 搞不好影响到你的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但究竟房租和薪水的比例该如何分配 房仲业者表示 未建议租屋足 租金千万不要超过薪水的三分之一 一旦超过就会排挤到生活费 甚至是储蓄保险等财务规划 你尽量去找以你的薪水的三成 去条件去筛选你想要的房子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第一个 现在就是一般的生活费 当然也提高不少 因为通膨 在就是你的一些娱乐等等 如果你其实你在租屋的部分 你超过了三成以上的话 其实在你的生活的品质 其实是会降低不少的 如果租金支出 超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代表说你的租金负担 可能有点过重了 这样子你如果要储存 自己的第一桶金 会比较来得慢 未来有买房的打算的话 这样你距离买房的目标 会比较遥远 可以考虑到蛋白区去租房子 尤其是双北市 都会区的捷运是非常方便的 到蛋白区租金压力会比较低 只是说上班的通勤时间会拉长 全台租金持续涨不停 租得越久 亏得越多 租屋越来越贵 想要存钱买房 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TVBS新闻 焦翰文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